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第四集的肉肉速報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零經驗的萌新獵人心得 還記得之前我們有發過一個影片說 魔物獵人崛起這個遊戲看起來不太像是我的style 所以應該會放棄 再加上因為有玩過體驗版覺得真的是有夠難玩的 所以根本就不考慮 但在眾多好友的推薦下加上一開賣就是五百萬套 那這絕對不玩就是我的問題啊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表象看到的就代表一切 好了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所有有趣的資訊喔 魔物獵人是怎麼樣好玩的呢 像我自己玩過體驗版 它就是直接從任務開始進行 然後直接獵殺魔物 但因為中間開始進入 資訊量一下龐大的炸出來 武器詳盡的操作並沒有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當然這裡也可能是為了讓大家體驗 不能釋出太多 可是也造就像我這樣一樣的退坑感 但正式版入手之後我發現怎麼樣才會好玩 就先來說說我的心得吧 我覺得一個遊戲要好玩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了不了解它的遊戲規則跟操作方法 我都不知道怎麼玩了這個遊戲怎麼會好玩呢 一下子就死掉了也不知道在幹嘛 即便是困難度很高的遊戲 也要有很好的新手帶路教學 讓你知道所有的操作方法規則說明 當了解了全部之後 打不上去就是自己操作的問題啦 而不是遊戲不好玩 就像是我們在玩七彈一樣 打不上去的人也不會說這遊戲不好玩 只會說這個遊戲不簡單 所以在這裡我非常建議大家 入手後首要先搞清楚武器的使用方法 新手入村首要 針對預防退坑的新手 我個人強烈建議一定要先到修煉場練習 修煉場一開始在快事物移動中是找到的 可以先往隨從道場去 在交易船的右手邊有一艘小船 按下A之後就會出發前往修煉場 這個地方是練習武器非常好的一個所在 可以看到修煉場左下角會顯示系統推薦的一些組合技 在大家開始攻擊後會發現 畫面上會出現你剛剛按了哪些指令 又分別是什麼樣的招式 這一關對我來說 就是因為我沒有退坑很大的一個關鍵 因為如果在一開始你就上陣去打 絕對是亂按一通打 然後模糊又蠻不好抓的 一下就貓車回家 在修煉場好好學習武器的連招 硬直的時間長短 該如何順利迴避取消 這些真的都超級重要的 另外其實武器的使用 再按下加選項 然後獵人筆記 武器使用說明書裡面還有更多的介紹 不過這也還不是全部 我有一些都是在網路上找才發現的 如果新手想要更全面的了解自己的武器 除了遊戲內的介紹也別忘了上網趴趴文 才能順利進階成為高級獵人 魔物獵人崛起吸引人的點在哪呢 在遊戲中可能會反覆的打同樣的魔物 好多好多次 這也會間接讓沒有玩的人覺得 難道這樣不會膩嗎 事實上一直反覆進行任務的目的有好幾種 第一個是練習自己武器的技巧 第二個是熟悉各種魔物的攻擊模式 第三收集需要打造的素材 一個帶有操作技巧的遊戲 它某部分的遊戲性就在於 量好的操作技巧及達成目的 那這個成就感就是會覺得遊戲好玩的地方 可以少傷害的完成任務 可以打超漂亮的連續技 這個我舉例就像是打氣彈 你打下超弱的那種快感 或是埋伏敵人成功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每個遊戲都會有它 因為成就感帶來好玩的原因 即便是動身也是一樣的 資訊量龐大別害怕 呃魔物的武器防具 種類真的是多到一個不行 包含合成素材 綜合在一起 一開始道具箱或是各個地方 都是一大堆看不懂的東西 不過大家真的是不要擔心也不要緊張 後面就會慢慢了解的 因為有很多補給品跟其他物品 是各式武器都需要的 那遊戲不知道你一開始會用什麼武器碼 所以才會把所有基本的東西全部都給你 才會導致進去的時候真的是看不懂 一開始先看懂自己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其他再慢慢摸索就可以了 再來是持續性的更新 魔物獵人崛起 這個遊戲也是有定期免費更新的計畫 這種長久經營像是動身一樣 維持新鮮感與挑戰 畢竟對於手腳快的人 可能一下子就會達到頂標 連武器防具可能都做完了 但是為了要讓遊戲可以維持在一定時間的熱度 定期更新遊戲是必須要的 像是最近這個4月28號這一天就更新了2.0 多了不一樣的魔物以及開放新的等級 當然也會有多出新的武器以及防具還有配件囉 好 接下來是難度的問題 老實說魔物對於新手入坑的難度真的是頗高的 即便一開始乖乖造的訓練模式做 還是會碰壁好幾次 這裡建議入坑的朋友先從村莊任務開始進行 然而村莊任務只能由單人進行遊玩 再來就是集會所的任務 這是一個可以線上遊玩的模式 魔物的難度雖然比村莊任務還要高 然後如果多一個人的話 魔物的血量好像也會增加不少 好 再來是線上遊玩的部分 這次線上自由度很高 沒有朋友也不會是問題 如果要開放的話 可以在村莊中心找到一個貓貓 選擇線上遊玩創建大廳 這裡也是可以設定密碼等等的 也可以從朋友清單裡面找到自己的朋友 如果要跟網路上的陌生人遊玩 可以從集會所的水翼妹妹右手邊的任務看板裡面 選第二個選項 選取自己想要參加的任務 這樣系統就會把自己抓到該任務之中了 可以與陌生的網路上的人一起同樂了 再來是建立屬於自己的武器操作流 遊戲中有海量的武器、防具、屬性珠子 這些東西都可以讓你組合成不同的裝備 有暴擊、麻痺、防禦、攻擊真的是多到爆 然而網路上也有很多推薦的裝備 這裡建議大家可以參考但不用全操 因為使用者不同 即使即便是最強的配套 使用在自己身上也不一定是最適合的 舉例來說 如果自己在迴避上是比較弱的 那你就增加這個迴避屬性UP 可能相對減少自己被擊中的機率 那這樣子就是很好的選擇啦 網路上高手雲機 新手們不用著急像他們一樣攻頂 要扎扎實實找到自己的流派才是最帥的 好的 以上就是我自己遊玩魔物獵人崛起的一些心得 也希望同時能讓海在觀望 或是遇到困難想退坑的新手們一些幫助 這個遊戲的資訊量真的是誇張大 絕對不是一兩集就可以結束了 也非常歡迎大家留言 讓我們知道你們的想法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如果你是肉粉 拜託拜託 先幫我按一個讚 肉肉速報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